针灸痣肩膀酸痛比较有效吗 酸性物质它会带卸掉 当下也会松缓一点 可是它就是暂时的 听说睡软床 肩膀比较不会酸痛 真的吗 真真假假 像神经痛 骨刺痛 不见得是这样来对付这件事 瞧一瞧肩膀 筋骨就会松了 真的假的 也是真真假假 可能是那个操作人的手法 让你太刺激 也离忽略你原本的痛了 肩膀硬邦邦 真的回不去了吗 肩膀酸痛 整个肩胛骨紧到不行 如何有效止痛呢 现场邀请到三位来宾 跟我们一起讨论 肩膀酸痛 有这个问题越来越多 那也然成为文明病了 所以今天让我们大家 好好来学习它 我们所谓不通则痛 通则不痛 也就是说 痛呢 就是我们身体的讯号 不要轻易忽略它哦 肩膀酸痛是 现在很多人都有的毛病 酸痛时该如何去缓解它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 伯俊妈 你常常会觉得肩颈酸痛吗 会耶 尤其是在我当了妈妈之后 我不晓得是因为常常抱小孩 提众物啊 做家事啊 然后有时候甚至睡 我只要睡一觉起来 隔天一起床 一定就是肩颈酸痛 剑成医师 这算是一种讯号吗 我不管它 会不会身体慢慢的 自己修复就变好了 其实疼痛都是一种讯号 不过因为大部分的疼痛 如果来自于疲劳啊 那种筋膜的酸痛 是可以休息看看 因为是疲劳 所以你休息可能会好 所以大部分呢 包括我自己都觉得 你应该自己先休息看看 有必要再跑医院 休息几天 例如说我三天 可能没有好 就应该是警讯了 理论上你的疲劳 睡一觉过了就要好了 三天透太久就对了 第二天没好 第三天没好 差不多可以 就该看医生了 中央想说气型血型嘛 那以现代我们这些 神经解剖啊 叫做微循环嘛 包括一些软组织 那肩膀容易酸痛啊 假如从我们肌肉 软组织来说啊 那我们在中央的看法中央 肝阻经肾足骨 肝肾不足受风寒失 为壁 壁就是麻壁的壁 那老鼠中看 没办法像我们建成医师 那么好的学问嘛 然后从观察 我们发现这个温差变化 我们说叫风 你发现温差变化 就很容易肩膀痠痛 不舒服 旧疾复发 对不对 寒呢那更是 假如每天吃冰的人 这个肌肉 肌肉啊 肌膜容易收缩 筋软对吧 那湿呢 假如你身体发胖的 这代谢症候群 就发现很容易这边痛 那边痛 包含肩膀痛 古人的发现是这样 那当然古代人 也是要劳力工作啊 那现代人 这个3C低头族 过度使用 它也是个问题 所以古人观察 这个肩膀痛 这个有分内伤的 就是说你自己劳损的 一直劳累的 就像建成医师说 休息不够的 跟外伤的 外在的环境气候 我们中医比较外伤 叫外感 外感 对就是说温差变化 大自然的温差变化 你穿的衣服不保暖 那整天在冷气房 一直吹冷气 肩膀受寒 其实都蛮符合 现在这个医学的观察 所以我们现在摄影棚 其实也是一个外感 冷气太强了 那网路的谣言爸爸就 我们来看今天的Miss Q 听说睡软床 肩膀比较不会痛 这是真的吗 建成医师 真真假假 为什么 部分对啦 其实这个问题 还是要回归说 那个肩膀痠痛 你有很多原因 那因为大部分 是跟筋膜痠痛 有关系的嘛 百分之八速 所以可能你休息 或者是 让它有适当的支撑 它就会好 可是其他是 像神经痛啊 骨刺痛 或者是有更多原因的疼痛 那不见得是这样 来对付这件事啊 所以这个只能用真或夹 就是部分真部分夹来回答这样子 就主要要看你肩膀痠痛的原因 是什么造成的 如果是神经 你睡软床也没用 其实所以你们来医院 你们要的是解决方案的时候 其实医生是停留在第一阶段 诊断是什么 先找出真正的问题 找出那个诊断 那再来就是肩膀瞧一瞧 筋骨就松了 这是真的吗 罗医师 也是真真假假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中医师 一定要说 有一些缓解作用 对吧 第一个是我们在做一些松筋 动作 你会发现 真的当下是筋比较拉开了 有一些缓解的作用 那当然就像我们先生医师讲 你要把病因找出来 有时候它真的不是只有 筋膜软组织的发炎 它代表可能一些疾病 那甲的部分就是说 你有时候当他做 尤其是给他拉的时候 你力量太大 有时候是二次伤害 所以他本来已经发炎 你又给他加重就对了 对 那有时候你的 就说你现在这个外力刺激 远比你当初的这种酸酸的痛 更强 所以你觉得原来痛已经比较好 可是可能是那个操作人的手法 让你太刺激了 你忽略你原本的痛了 所以还是要把病因找出来 我就遇到我的患者 他肩膀痛一直不会好 他说他热敷他有热敷 而且都没有改善 结果我问他一些病症 我请他去检查 他说他常常容易疲劳 他肩膀容易痛 我说你要去检查 结果他是肝肿瘤 肝脏肿瘤 所以这个肩膀痠痛 有时候是跟内脏疾病都有关系的 心血管的问题 胆囊的肝胆疾病 上都也会肩膀痠痛的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 肩颈痠痛这些小问题 还是要去把它找到病因 有时候可能后面浅尝是肿瘤一些 其他我们不知道的问题 那罗医师如果我用其他的替代方案呢 譬如说针灸啦 或者是很多人喜欢去拔罐 没错就是后面整排都是这个烙印 都是印子 对那支架听伯君提到说 妈妈会做拔罐啦 对 那当然这个在我们老祖宗 他并没有那么好的一些 生理解剖的一些知识 他发现呢给他拔罐之后呢 局部会冲血 慢慢会有一些改善 因为他就是微循环 我们当作是先破坏再建设 这个概念啦 那针灸呢 他就是用扎针穴道 那的确有些穴道你刺激之后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手的虎口啊 常常按压 对那我们肩膀有个肩颈穴 常常按压呢 他局部的一些代谢废物啊 乳酸啊 一些酸性物质 他会代谢掉 当下也会松缓一点 可是他就是暂时的 你假如说你的病灶没有找出原因来 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啊 或是头痛神经血管的问题 那你那个问题就可大了 只当下放松一下 所以只是暂时获得缓解 但是他其实实际真正原因并没有解决 疼痛依旧还是会存在 对啊包含有用去埋线 埋线也好埋针也好 那些线啊针它都是局部刺激 你要是没有把源头有 它都是整条经络的 你就想到肩膀为什么会痛 它可能源头在头耶 源头在你的颈椎耶 这可能是高铁站的左营呢 已经到破烧去了 所以要查出它的源头在哪里 但是我有朋友啊 他们就让人家复健啊 他就觉得肩颈一直酸痛 而且是长年的 然后这个复健科医师就跟他讲说 你要越岸喔 就是有反应会痛喔 代表说 确实他正是在有改善的状况之下 很多人都会这样讲 建成医师 他这个说法是合理的吗 还是说其实一半一半 你的疼痛来源是在肌肉本身 那他会有一个trigger point 就是压痛点会诱发酸痛 然后他那边可能会有一个硬块 那代表它就是你疼痛的来源嘛 那你去把那个硬块用各种手法 不管是打针或者是物理治疗 或用按摩的 可以把它弄软吗 对对 它可以被接受 它软掉之后 你这个痛点会解决 那你的疼痛就会退掉 那这个前提就是说 这个筋膜炎 就是你疼痛的本身的最根源 那它就是等于 相当于说暂时是根治的意思 可是如果你潜在里面 你还有其他的原因造成你的筋膜炎 那可以要再追查下去 那怎么办 这时候例如说我要去照X光来确诊吗 那就要鉴别诊断 那我们理学上有一些检测 是不是真的跟神经的压迫有关 然后我们会寻找痛点 然后做一些神经学的检查 那X光其实只是其中一部分 要帮你排除是不是骨头的一个关节的压迫 排列组合的问题或骨刺等等造成原因 像刚刚提到的说 我们除了透过检查去鉴别诊断之外 然后我们中医的部分呢 就是例如说有针灸埋线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肩膀疼痛的一些患者 他就是自己去买药布 对吧 酸痛贴布 这是最长的啊 对啊 而且各式各样的贴布都有 老实讲我自己痠痛也是贴贴布 可是贴布有这么多种 我怎么知道说这个一定是有效或没效 我知道像我们中医也会 我相信陈医师也会 都来看痠痛的啊 那个一给看病位 一拿出来就是贴布那个四四方方的样子 你就知道说痛在哪里 一般你会发现这个病程 他都最好还是在找医生 来来看看到底为什么一直不会好 因为我们知道贴布 他本身一些成分就是一些挥发油 这些挥发油呢 的确会让我们皮肤达到一种镇定啊 一些暂时的舒缓止痛 可是你会发现那个药效二到四小时过去 大概都不会超过半天 你就开始又又继续疼痛了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那种凉凉的 其实要在我们中医来看哦 你会发现你疼痛的部位 除非是急性期哦 一般他这个地方都算是寒症 我们说他冷带 冷带以现代医学比较合宜 就是说他的局部的供血供养不好 你应该多热敷 你用凉凉的贴布 有时候就是要雪上加霜 这个概念的 所以一般我都不建议用这种凉凉的 这跟现代这种什么冰敷热敷的概念是一致的 所以你从你的背部的肩胛骨去放松 你这个肩膀就会松 所以以后绝对不要现在局部去暗柔 因为越暗越痛